这一次烟花台风是冲着北部地区来接近 虽然中央气象局是表示 烟花台风登陆的机会不高 但北部地区的雨势到现在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老外 是的 老外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气的影响 北部地区的雨势是越来越明显了 欧盟原始的气象团队 也为大家整理了几个要点 我们就从图卡一起来看看 这个图卡上的文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受到这个烟花台风的影响 全台的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而且特别要提醒在北部地区 要严防这个强风好雨 而且随着时间越晚 这个雨势跟风势只会越来越明显 另外受到这个台风环流的关系 在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长浪的发生 所以提醒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 就要多加注意 目前就尽量不要靠近海岸边了 而且我们亚美达雾族人的这个蓝雨地区 这个风浪也会是更加的明显的 而至于目前台风的一个状态 尤其如何我们再从下一张的海上的警报图 但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就目前下午五点半的这个台风的警报单来看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是距离我们台北 东南东方大约是400多公里的海边上 台风的中心位置就在宫古岛附近来盘旋 而受到它的影响 目前我们海上直接的区域就包括了整个东半部的海面 而目前台风的强度是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姿态 清晰暴风半径是维持200公里 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小时来到了144公里 而且移动的速度是以5转8公里的速度 朝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 算是蛮稳定的 而随着它逐渐地向西北方向来移动 我们在整个北部地区的影响的程度 也就会越来越大 而我们再从下一张的读卡 带我们观众朋友起来就要了解 目前台风的这个组织结构又是如何 从这张图可以清楚看到 台风也从原本的清晰可见 到现在有点模糊 看不清楚了 而且台风是这种逆时中的在旋转 相对来看可以看到这个南边的这个云系结构 比北部的云系结构来得扎实 而随着这个台风北转的关系 虽然它的暴风 清晰暴风半径 有达到200公里 但是提早北转的关系要够到我们整个陆地 算是机会蛮低的 但不过在它移动的同时 只要运有云系进来 就会有间歇性的云视 特别是在我们宜兰地区 还有北部以及苗栗以北的地方 在这些地区活动的部落主人就要多加注意了 而之后台风的总向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路径图 一起来看看 就这张图卡可以清楚地看到 台风现在的中心位置是在我们这个东部的外海 而随着时间 星期五的时候就会来到宜兰镇东方的海面上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的外海 随着时间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 就会朝着中国大陆浙江这里来接近 然后登陆 虽然就目前来看 台风登陆中国大陆的时间点会是在星期天 之后我们的天气就会稳定下来 不过在这之前也只是从现在开始 在我们整个北部地区天气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而随着时间这个台风登陆中国之后 特别就要留意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了 因为到时候恐怕就会为我们中南部地区 带来明显的雨势了 而这些时间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 而这就是目前这个这一节台风的最新动态 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亚外